透过老师给的这个建议 让我把命理跟机车结合之后 再透过直播 我现在的实际的收入 跟之前一天赚不到2000块 有蛮大的差异 我也从那一次开始 我的直播间只要开 就会有固定的班底 整个命理圈都在谈 历火酒运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呢 未来是一个生性能产业 大爆发的一个十年 甚至是二十年 这个生性能产业 其实就包含了命理业在里面 在五行的观点里面 火指的是五行的事物的话 要在走灵火运的时候 当然这个所谓的生性能产业 就很蓬勃的发展 在疫情过后 越来越多的这种 生性能的从业人员 如果说你想要进入这个产业里面 那你到底该要做哪些事情 首先我们会有几个建议 第一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哎呀那我自己一个人 那是不是啊 打团体战 我就多找几个人来 我们一起 这样子行不行呢 这样子呢 你必须考虑第一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是命理系的 命理系要包含所有命理类哦 塔罗 占星 或者是卢文符文 或者是人类图 只要是命理系的 你自己是塔罗 你找了一个占星的老师 跟你合逐一间工作室 那我到底要算塔罗 还算专星呢 如果你要组成工作室 你都会建议啊 你最好是不同体系的 不必说你是算命的 那你可以去找个催眠的 或是你是催眠的 那你可以去找一个按摩的 或者是去找一个瑜伽的 不要去雷同的人 弄一间工作室 这样子呢 会带给你的客人 不知道怎么选择 原来我会建议大家 单打独头就好了 除非你找的是 不同领域的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个行业有一个 很奇妙的特质 就是啊 身心产业的老师呢 基本上是一种明星行业 一个老师 如果他有固定的份 大概在1000到2000人左右 在这个行业内呢 合理的情况 他应该年收 大概就在500万 300到500万 就固定的一两千份 也就比方说 他不需要是全国性知名度 他甚至是地区性知名度 所以这种一两千的铁粉 然后来收到你的 不管是你的瑜伽 或是你什么样的照顾 跟随着你上课的呢 你只要有一两千铁粉 这样的登基 你大概年收 在台湾差不多 就在300万以上台币 在中国可能是300万人民币了 那中国可能累积 一两千铁粉 是相当容易的事情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为什么需要合伙人呢 你更不需要合伙人 你应该专注的是自己的专业 以及让人家知道你有多厉害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我们要找 真的要合租教室 有个地方一起算命 大家足迹很贵 我们大家分摊一下 那找的不要是跟你一样的人 因为这是一个明星行业 如果你的客人真的需要 那你可以把它转介给 一个老师就好了 而不需要让同样类型的老师 其实在一个工作室里面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另外一个就是要先专注在某一项技巧上 千万不要觉得说 我生怕我走出算不好 那没关系我也会八字 所以就觉得我抖出不准 那我就算八字给你听 这个其实往往会造成消费者觉得 你就是什么都不准 所以先专注某一项 那这一项打出知名度了 你在抖出圈有名了 那你接下来顺便帮人家看风税 那这一千个人也会是你风税的客户 有一个更明确的范围 如果是命力 那你就应该要先专注在 像八字啦紫微啦命力体系里面 而且实际上是一个完善的 够实际坚强的体系 后面呢才是性灵学风税 这些东西这附加在命 因为你看一个人命都看不准了 你怎么知道他的风税会需要什么呢 那如果说呢 你做的是属于身心灵嘛 你做的是属于心灵疗愈的体系 那你至少催眠 然后催眠以外相关的技巧 有一个完善的那个能力 如果说你是身体方面的 那你可能基本的生理学啦 基本的练气的方法啦 瑜伽啦这些东西 你要有一个主轴的体系 然后再去学一些运用 这样子呢才会有意义存在 但是这个其实也是在这个圈子 常碰到的 我们常看到很多人 他考了很多证章 最近流行什么考试吗 可是呢他根本在忙这些事情之外啊 他也没空经营自己 没空招生 那接下来就是第三点 为什么我提到说 你需要空时间下来啊 专注在一个事情上面 因为这样子 除了学识的深度跟广度之外 你才有办法去好好经营你自己 怎么跟人家对谈 用什么样子的语气说话 用什么样的学理 用什么样的心情 用什么样子的姿态 这个其实都需要训练 跟人沟通的一些能力 另外一点呢 经营自己呢 也就是在这一行里面 其实真正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必须要用命 你要让人家看得到 你是厉害的老师 你要证明你自己是厉害的老师 从我刚刚所说的 你只要有一千个铁粉 你就可以在这个圈子呢 过上还不错的生活了 所以呢 大家真的要想的是 当前面这些条件我都有了之后 我怎么去累积出 这一两千个铁粉出来 现在流行的是影片 你可以拍影片 然后讲你的想法 建议大家 端影片会不会为你带来流量 但是呢 端影片带进来的粪 不太会是铁粉 反而是稍微有点长度的 像这种 我们现在你们在看的这种 大概十分钟的这种影片 比较容易累积出来 会有忠实的铁粉 你的客户群 因为他们才有办法 静心下来 好好听你在说什么 那你也才能够完整的传达 你所希望给他们的东西 一来一往之间 他会对你有所信任 你可以真的帮助他 他就会变得是你的铁粉了 以上这三点呢 都是大家所需要 去注意到的 通常努力一两年 你就可以做得还不错哦 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圈子 一起努力 如果个人工作者呢 也欢迎加入我们工会 加入工会会有标志报 并且有各种各种活动 也可以增加你的曝光力 大家好 我是大宝 我应该是全台少数把健身车 跟命理结合在一起的 指挥斗数设计师 会开启这一条道路 其实是因为 人生碰到了蛮多的障碍 够穷 才会让自己 有更多的力量去改变 我在初期坐健身车的时候 每天要赚到两千块 相当的不容易 因缘机会 开始有上了大根老师的 指挥斗数的课程 有交到了一个蛮特殊的用法 叫做指挥斗数占卜 那时候我就想 如果每一个客户上门 坐上我的车 我都可以 透过指挥斗数占卜的方式 当下就说出 他内心的一些纠结 那或许可以 开启一个 不一样的收入的来源 美女你最近是不是 因为什么事情在烦恼 你怎么知道 这样的回馈一旦多了 自己的信心就会跟着增加 老师有建议说 现在直播那么好 是不是跟直播结合 我就想 这个其实还不错 所以我就在抖音上 开始进行抖音的直播 我直播方式很简单 我在开车的同时 我在直播 但我不会看镜头 因为开车有安全的顾虑 我会把整个 跟民主的聊天的过程 帮他算命的这个过程 透过直播方式 online的播出去 其中我举一个最特别的是 我有个客户 他身上卡了官司 他就问我说 你能够算出来 我现在做这个事业 会有什么状况 我说看起来蛮严重的 关七年 然后当下反应居然是 你怎么知道 然后就开始会有人 在直播间里面开始留言 我的刷礼物的这个金额 有到了一个新高 我也从那一次开始 我的直播间只要开 就会有固定的班底 透过老师给的这个建议 让我把命理跟机车结合之后 再透过直播 我现在的这个实际的收入 其实有跟之前一天赚不到 两千块有蛮大的一个差异 以现在来说 每天基本上到中午十二点左右 我的目标就达成 那其实我的心病没有很大 我觉得一天三千 一天三千 一个月也差不多十万 生活也过得还挺惬意的 我相信老天爷帮你关了一扇窗之后 应该会帮你开一扇门 但前提是你要有那个勇气 自己跟你踏出去 这是我踏出去的方法 我相信只要你愿意 你也可以走出去